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评论哈的短视频节目 我是主持人秦伟平 7月4日就是昨天 美国是国庆节独立日 美国人民都在庆祝这个国家诞生的241周年 那在中国香港股市发生一场异动 腾讯控股这家著名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它的股票在临近五盘的时候暴跌接近5% 其实股票跌5%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 也是很正常 但是在腾讯这家公司上就不太正常了 因为它的市值高达近2万亿港币 那5%什么概念呢 它的市场市值基本上差不多是 一天之内蒸发的上千亿港币这样的一个规模 所以引起很多猜测 然后市场呢也有很多风声吧 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个想法出来 我们今天短视频再讲一下 腾讯股价暴跌呢 是因为王者荣耀呢 还是人为做空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它一个报道火索呢 就是腾讯公司 它有个很著名的游戏 叫王者荣耀 那据媒体的报道来说呢 这个王者荣耀它已经火到什么程度呢 全国全中国大概有两亿注册用户 大家听一下两亿注册用户 这是多么疯狂的一个数字 然后活跃的用户呢 大概有八千多万这样子 然后它的一个游戏的玩家呢 从中小学生未成年人到成年人 甚至到一些各个阶层的都有 非常疯狂 我对游戏是不感兴趣 我一直觉得叫王物上智 但是看到这个王者荣耀 它居然这款游戏 而且是腾讯公司 它自己开发的这款游戏 能这么火 那一方面来说呢 我们感觉说 中国的游戏市场 当然是变得很大很大 是不是 然后腾讯公司 它的产品可能也是 开发的是很成功 但是呢 如果说有这么多的一个 受众的话呢 全中国按他们的说法 活跃的用户 八千万的用户 每天花两个小时以上 来玩这个游戏的话 这已经成为一个 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 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 一种现象了 所以人民日报 好像也按不住了 然后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在批评这个王者荣耀 到底是游戏人生呢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就对它提出很多批评 那腾讯公司呢 它也提出它的一个 所谓的整改措施 所谓的三板斧 好像在限制一些未成年人 怎么玩游戏 不能绑定多个设备去玩 然后每天的限制是多长时间 对吗 都会很多很多限制 我觉得从这个事情来说 首先反映说 这个商业在中国社会的 这种影响力 大家怎么说呢 为了赚钱吧 它完全不考虑这些社会影响 或者说社会责任 那对于我要对腾讯公司 做一个狠狠的一个批评 不能说大家发现了 在批评的你才去整改 这本身来说在你开发之初 这款产品投放市场之初 你就应该考虑到这些社会效果 社会效应对吗 如果说我们中国这个国家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社会问题会非常非常多 如果大家都去淘到虚拟的网络空间 对不对 然后去玩游戏的话 都忘记这个社会现实的话 是好还是不好呢 对吗 这个非常糟糕的一种情况 我们知道中国之前有一个富豪叫 你看巨人网络嘛 史玉柱嘛 对吧 也是一个传奇的人物 之前破产过一次 后来通过这个网络游戏 由东山再起了 说实话 这个史玉柱 我是不喜欢这个人的 他们这种网络游戏 说实话 把人性的这种弱点 特点 缺点 摸得很透 然后让人家沉迷于这种网络游戏 欲罢不能 然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财力 金钱在里面 非常糟糕 我认为是非常糟糕 都是很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这些人物 只为自己的一个利益 完全是 不值得推荐 那腾讯公司 它游戏呢 也是它一个重要产业之一 它的王者荣耀 一方面是成功 另外一方面 它抛弃了它的社会责任 如果这样子下去 也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对吗 那腾讯公司当然 觉得这是股价暴跌 当然现在大家都归因于 这个王者荣耀 受到打压了 或者受到批评了 它做一些整改这样子 但事实上 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知道现在 中国的政治经济局面 都会比较复杂 对吗 然后北大阁的会议 可能很快就要召开了 在海外 多次传出来说 腾讯公司的股票 包括它的一些 什么QQ 微信这些产品 都可能会遭遇市场 在做空这样子 这风声其实传了 有一段时间了 昨天股票的这种 第一次暴跌 也审视千亿的市值 可能只是一个刚刚开始了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互联网 环境是非常非常恶劣 这种恶劣不是说 一方面是中国的互联网 发展非常迅速 然后市场非常非常大 另外一方面是 国家的这种监管 会越来越严格 我们知道 早期可能作为社交媒体来说 QQ可能用了比较多 那现在基本上微信 可能是非常非常厉害 这个厉害程度到什么程度 可能比它王者荣耀还厉害 王者荣耀可能是 两亿的注册用户 活跃用户八千万 我相信微信的话 可能它的注册用户 可能在八亿到十亿左右 它的活跃用户 可能也差不多六亿以上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数据 我们相信说这个背后 一方面它可以为同性公司 创造很多商业输益 商业价值 那另外一方面呢 对政府来说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 它对于这种言论的控制 对于自由的限制 对不对 还有对其他各方面 包括挑战它的政治制度 批评政府各种行为 这种担心 那微信人来说 它非常有可能遭遇到 这种政策风险 这种政策风险包括什么呢 包括说 最严重的状况 当然直接关掉微信 或者说更严格的审查 对不对 让这个活跃度降低 我们拿那个新浪微博好的招 连新浪微博 对不对 在美国上市的时候 觉得这个市场都好 好像美国 中国的推特 Facebook一样 但是现在新浪微博 是半死不活的那种状态 那个注册用户 肯定也是在下降 或者说 那种用户的活跃度 是非常非常差的 每个用户 花在新浪微博上的时间 可能越来越少 它提供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阉割过的 然后也没有影响 没有价值 会被人抛弃 那如果 在这种所谓的权斗的背景之下 然后 屯信公司 包括它的所谓的王者荣耀 还有微信 这些主要的这种盈利的这种平台 如果被以严格控制的 或者说监管的这种形式来去对它采取措施的话 那对当然对他们的股价也好 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对不对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那是不是 这个腾讯公司就好像我们中国三大互联网公司 叫什么BAT嘛 对吧 百度 阿里巴巴 腾讯 是不是 是不是背后就那么简单 那么单纯 就是马化成先生 他自己一手创业的 这种白手起家的公司 当然没有人相信 他背后会不会有更多的这种权贵的资本介入 包括高层的所谓的这种 包括常委在立的这些家族 在里面有持股 所以这个情况会非常非常复杂 非常非常复杂 那这次腾讯股价的暴跌 是因为王者荣耀没有那么简单 背后会不会有其他原因是人为做空 都有这种可能性 那对于持有腾讯股票的人来说 我觉得特别持有他的股票的人来说 应该是要特别警惕的 因为如果他的市值现在高达两万亿 然后每股都那么高的价格 如果真是暴跌的话 继续在持续暴跌的话 大家可能会面临到 这种投资血本无归的一个状况 我们会跟我们评论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关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去见证这样子 谢谢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一个评论话的短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每天都有财经大事件发生 每天都有时局风云变幻 你可以无动于衷 但不可以装着看不到和听不见 用力拨开资本迷雾 让公众克服贪婪和恐惧 冷眼观察政治博异 揭秘危机背后的真相 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小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ро000 大概小明镜 ESCO nehme 감절 感谢观看